美国北加州的慈济大专青年举办联谊会 还有远从台湾来的慈青学长一起分享做慈济的心情 而在场的慈青也分享了到小学里头 教孩子们学中文 从中付出体会行善的意义 慈青学生在夏令营中 带着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说中文 难得有机会当爱心哥哥 来自中国的慈青学生韩孝 这样的经验让他很有体会 可能我教过他的所有的东西可能全部忘了 但是我觉得他唯一记得的就是我们慈济曾经到过那里 教过他们中文 不管记得是任何一个老师吧 至少就像学长说的 那一颗种子已经坐在他们心里面 这是北加州爱撒茶会 北加各学校的慈青学长和慈济志工 利用这难得的机会聚会 一起分享做慈济的经验 远从台湾来的慈青学长 也把自己13年来的参与和大家交流 慈济是一个从最前面的物资开始 做到最后的心灵的这种关怀 然后让他可以真正的脱离那个苦 那个把那个苦是根本的把他拔除 透过心灵的交流 慈青和慈济志工互相鼓励 更加贴近正言上人的法 大新闻珍珊美之工 顾超然 陈碧慧 美国北加州报道